欢迎来到第96万的深夜哈喽 这个Podcast会讲一下关于POE 也会讲一下生活上事无大小的事 在开始之前在这里特别多谢会员对我们的支持 今天就继续有Passu和他的猫和我们聊天 还有有Boei上来和我们聊天 Hello 两位 你好 好久没见了两位 好像真的很久没试过一起上来 PoE都隔了这么久 上一季结束之后整个Discord好像没有人 变成沙漠 都真的 但是今季很多人 今季不知道什么事 突然多了很多很多人 在这个Discord里面 我告诉你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说说说说说 Discord Bad Discord Bad Discord Bad 一色一样的 哈哈 哈哈 没有说错了 哈哈 我想起来 不知道在一集之前我才说 Discord 神座歌 他真是神座歌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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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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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直由 其实整件事 我没有总括过 我尝试一下说 我有些朋友 是他没有玩过这一类的游戏 他是玩交控机的 玩这些游戏 他们的目标 很清晰明确就是 我做完事了 或者我有空了 我想打一会儿 我想爽快 我想有乐趣 你试想一下一个 本身有战力制 类似战力制系统的游戏 已经会令到一个人很不开心 即是你很努力地 OK 这个星期我上升了很久了 我由世界二到世界三 然后开始上升了 我上升了一个星期 开始站得稳 然后有些人告诉我 应该要尽快上世界四 即是由我上世界三开始 我就要去世界四了 然后我知道我去世界三 去世界四的时候 我世界三打到的所有东西 和世界四比 都是没什么用的 战力制对于一个游戏来说 本身就是 对于玩家来说 是一个很不开心的事 在我心目中 不要紧要 D4都是 乱来想玩 觉得难度高 就调低一些 然后继续玩 这件事又来了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那班人 即是他们一路推出来 他们改的东西 是令到玩家 你看看 连家用机的人 他本身一路打 他都不想玩 是很夸张的 这件事 他们纯粹是一群人一起玩 有点乐趣 你说很难玩也不重要 或者怎么样 但是 为什么我来来去去 只可以这样玩 我有一些朋友 是玩电法 本身听人说 电法廢了 就是他们之前有来去玩 那又廢了 他说想再试一下 接着 堅持了几天后放弃了 到后来 那些人说又可以 然后他就说 蛤? 这样就叫做可以了 他不是 因为我有玩过这个游戏 他们不是说 你对这游戏不熟 你熟了就可以了 或者你知道东西就可以了 他的解决方式就是 可能某一件状 你拿到 你就解决 这是一个唯一的方法 这是一个游戏来的 就是在你回不了之前 你是没有东西玩的 其实可能 你是没有游戏玩的 你回不了一件的 你游戏到尾 就是在那里熬的 那我们熬的 也是的确是ARPG 其中一个很重点的地方 那这次 PoE在一个最准确的时间 出了一个我觉得 都不错的Leak 大家玩个人礼拜 大家的进度去到哪里 我先吧 我应该是玩得最少的 进度最慢的 我去到A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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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季是很好玩的 特别是Day1 如果你们Day1在Discord 你应该会记得我说过 今季的机制是很好玩的 在AC3那时候 已经不知浪费了多久 在这里玩这个机制 基本上我Day1 在AC3、AC4 一有Sulfur coin 我就进去玩 一有Sulfur coin 我就进去玩 玩到没了 走到有Sulfur coin 那样去玩的 今季的机制是超级吸引的 但是今季的 我真的 个人原因 不是很想玩 不是很想打机 OK 至于为什么你不打 就是有些神秘的东西 这一件事 我们就看看你什么时候公布 然后 第二 第二玩得少的应该是我 我现在才 刚刚算清原百图 都玩了有和战底 一向 不用怕 不用怕 我还在想 今天主题要讲TOTA的印象 我没有玩过 怎么办 不是 你没理由去到百图 都没有玩过TOTA 有有有 我和你差不多 其实我都是过AC4 那时候我进了一进去 其实我自己通常 至少过了AC4开始 我才会考虑 试试机制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标 你至少要有AC4的 是否有些支援 才会成型 在我这个情况下 我玩抽血 如果抽血 如果没有连锁 其实是挺垃圾的 那我有一连锁 那标四连锁 OK 成型 那我就进去试试 我觉得很棒 我觉得很接近当初 PVP Capture the Flag 那种感觉 嗯 你都比较好 我不要说是否成型 我X3 又没有伸展 接着 就是Marauder 拿着Heavy Strike 就这样走进去玩 都很好玩 是 我觉得很棒 其实 嗯 让PVP先说完 对 对 说完 PVP先说完 你进度去到哪里 如果只是说游戏进度 我是 我是最快的 因为 因为 我们都给了一个很低的margin 对 我们的margin很低 对 但是 我第一天已经托到 好像是红图 第一天都差不多 红图红图 红图红图 接着 其实现在是托了 接着 邀请都差不多打了 普通网都打了 接着 现在我主要都是在玩标 看看如何可以玩不同的标 因为我最近试试魔力流的东西 嗯 嗯 我想看看它会不会有不同的组合 因为看到有时候有些 我已经看到有几个不同的 idea 我想把它混合在一起 但是我还没做到 尝试 但是很遗憾 那我自走棋 我是没有玩过自走棋 我有看人玩 是的 想不到我有一样东西 居然在这里进度 是的 想不到我的进度 在这方面比你好 我是很有兴趣的 老实说 我是很有兴趣玩自走棋 但是 我现在这个标 不是令到我真的很满意 所以我是固定了 是的 就是这样 嗯 我想玩到一个 你是man a bill 是啊 是man a bill 其实我是用这个man a bill 我可以通过所有正常的boss 我打update都可以 我也可以不是怎么死 是硬正的 而且不是很好吃操作那种 都可以的 只不过我不是那么够满意 我期望的东西是更加多更加多 所以前回我都跟你说 我说他有没有什么标 可以快一点的 又或者可能可以做多些东西 在转标与不转标之间 我维持了很久 这个状况 也有在看新标 然后 又看看其他人玩了什么 我也有问过其他人的意见 这件事其实我都觉得 新手们都很需要知道 就是他们想玩些什么 最近太多新手进来 如果有机会 他们有听 我也想在这里和他们说些 因为他们不太明白 为什么要砌这么多标 或者我砌一个标出来 砌这么多时间 为什么我还要找另一个标 我会觉得这样说 你如果尝试这些游戏的时候 你可以试一下不同的机制 你不要怕你用了一些门票 用了一些资源 可以试一下 到你试了 你会觉得这个好玩 你不要想这个 比如如果你喜欢玩花圆 或者你喜欢玩探片 你不要想它是不是最有效率 我先试一下 因为赚钱不是你玩这些游戏 唯一需要用的想法 而且不代表你砌好一个感觉 用金钱堆叠出来之后 那个标就很适合你玩 你很开心、很喜欢 而且这件事牵涉了一件事就是 你砌一个标出来 你的标究竟是不是专用来玩 你喜欢玩的机制 我觉得这件事很少人说 因为你喜欢玩 你试完不同的机制 你玩那个标 可能你会觉得很脆皮 但是打得很快 可能你是一个清涂标 但是你喜欢玩花圆 那你怎样把两件事混合在一起 例如你要走得很快 但你又要打到花圆硬身一点点 然后你可能喜欢打 红网或蓝网 还是有什么限制 你全都不知道 其实你在尝试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 你慢慢体验到 原来我不喜欢死 所以我喜欢这个标硬身一点 又或者我不介意死 但是我就是喜欢打到很多标 感觉 那会不会你是适合一起打标 但是你原来打标你不熟悉 原来需要有资源的对点 一开始你要怎么存到这批资源 是有很多不同方向 还有很多不同的策略 但是那个策略是建基于 对于你有没有乐趣玩这个游戏 对 对 绝对 对 我们新手当然 好像很没乐趣 听听听听 又跌了 那个人又不知道怎么倒镜卡 但是那些新手 其实可能 已经看到有一件黄装 哇两条抗性 应该就已经很兴奋了 至少我们有时候 会玩solo self round的人 觉得很兴奋 都不是啦 托方那一夜你找刀你都开心啦 是的 有时候他们有很多问题的 因为会有 譬如说 哇你们一打到什么 一打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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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么厉害的吗 那怎么打到这个东西 可能会听到就是 因为我们可能讨论的话题 很多时候围绕着就是说 喂 打到很多钱啊 打到很多资源啊 但其实我们不是只有这堆东西 不只是可以用来有资源去玩些什么什么 那就是 不是纯粹围绕着资源去玩的嘛 有些标是可能你用很少资源 你已经砌得起 或者你依然是可以 令到你有拆图的乐趣 所以就 是的 就是想提供一个方向给那些朋友仔 就是不要 不要一味就是挂着 我要货币我要有钱 就完了这件事 是的 不是这样的 OK 你可以说 是啊 阿Ford也是的 阿Ford和鲍鱼你们也是 阿Ford可能更严重一点 阿Ford你玩自力的嘛 就是你不会说一定要有很多资源 你才会尝试去做一件事的 不会的 有资源去做 你任何起步点 你都是基于就是说 我本身没有什么资源的 是的 但是我依然可以玩得很开心 起步点是因为我没有资源 所以我要做 通常都是 不是因为我有很多资源 所以我去做 这个是个分别 很多人觉得起步点 尽快要有很多资源才开始去做 然后就扎着自己的比较少的资源 但是资源是滚资源的嘛 对啊对啊 我们玩开 就是之前玩开拳头杯那些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要考虑 那个farm的顺序 因为你为了要有A资源 你可能要准备一下B资源 然后你跨个B资源可能有些困难 那你就用C资源去有一个便宜的方法 去升级自己 那这些东西都会多了 要逐步逐步来 而且其实在最后 所有东西都很重要的 根本那些小小的bubble gum currency 那些改造石 其实都是慢慢累积出来 你就会发觉 其实全部东西你都会用得很多 嗯 嗯 好像昨天才有人问我PoE stack怎么用 接着之后我进去 我告诉他 你这里就可以查到你自己的stash有多少钱了 接着他一查之下 发觉原来他整个整个仓里面 第四样值钱的就是他那一堆改造石 嗯嗯 改造石很贵啊 是啊 很多东西其实是自己团了团了一大堆 你都不知道有一个价值在那裡 但是你可能就坐在那裡 那些不值钱的啦 那些又不值钱的啦 加起来加起来 其实可能整个10d都来的了 你自己不知道坐在那裡 真的好贵贵都有 没有10d 有没有10d改造石 不是他没有10d改造石的 但是他还有其他东西 可能他有几张卡 不知道开櫃收拾了 然后一直塞在那个仓里面 然后没有了印象 然后发觉原来 那几张卡有值钱的 然后之前开一下stash deck 不知道在那里收拾到什么 等等等等等等 那些滑滑滑的那样 其实是 我都觉得整天有些部分在那里 然后不知道放在那里 然后只有一张 你卖了它 就是钱啦 但是你存起它 好像没什么可能 有整个stack 那样 我都经常遇到这些东西 嗯 然后Essence 又是呢 不是个个都玩Essence 我知道今季很多人 棄了Essence 就是跟过上三季的教训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我问别人 都说我没有 这个人没有做Essence 不玩啦 还玩 然后Essence瘋了 更难打 Anyway Essence也是 如果你是没有禁止Essence 没有禁止Essence 如果你是有开到Essence 你真的有多Essence 你按一下按一下 升级键 其实那里有一大堆钱 总之很多东西 不同机制都会掉一大堆东西 然后拿去买 拿去买就有钱了 那季有很多东西 Essence改了这么多 其实令到多了很多farm的方法 所以Essence 算是改得比较少的一样东西 就少了人有兴趣去farm 我觉得都很合理 我想最主要是那些人明白了Essence 真的经过上三季的教训 明白了Essence 是不应该一开一波就怎么样 你不会够那两个疯了的Essence 是 没错 哈哈哈哈哈哈 而因为他们skip了Essence 这一步 然后他们就发觉了 可以用到其他方法去赚钱 原本他们点Essence 就是想着早近的嘛 又早又近 他有一点可以立刻 开始转到这个机制 但是他们变成后面才 他们已经有这个本钱了 他们觉得其实不打Essence 都没问题的 对了 甚至乎大家开始对Atlas 那个3D Keystone 有多些认识之后 我都听到不少人说 一开始就点小点战神 然后跌出来的图 比以前再多了很多 就是有些streamer 开始推崇这种东西 或者种种原因 但是那些人试完之后 原来都是好玩的 这样一跌的图就跌了 我觉得也挺好彩 我原本今季 我很怕有很多人说 不够地图 因为今季的地图点 改了很多 如果你好像平时 一个箭罪叉上去 跟着点了所有地图点 你需要的点数是多了很多 但是今季又变相 很多人这样做 一跌就跌两张四张 他们又觉得都可以 又可以试一下 原来Atlas Passive 就算不要说今季 改了那么多东西 这一点他们以前用的 都是可能偏中期 偏后期才用的 但是原来可以早期都用到 可以利用到这一类型的东西 玩法又好像不同了 只是Atlas自己本身 都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始终今季它新增了下去的东西 不是说那么多 就是加了进去 里面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不是那么多 你的性域 又是有本书 然后去了第二个世界 然后TLTA 又是在SILVERCOIN 去了一个极乐世界 是不是 对不对 嗯 说一下战棋 战棋 Fox你和我都轻轻的试过 PASSive就算你没试过 你都看了很多片 我看一下 看看你们玩 其中他们有人玩的时候 我都开给我看 嗯嗯嗯嗯嗯 这个机制是值得赞的 很值得赞的 虽然有好几样问题 首先我要 好几样问题 好多样问题 嗯嗯 它和其它LTA算少的了 你想想 我第一次看到乌龜的时候 我直接觉得好像 好像不可能赢的 你不知道它是BOSS 而已 它那么可爱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不是 它是有问题的 有它有问题的地方 但是它也有很可取的地方 我觉得 而且这次那个机制和平时的 就是很少可有一个 out of map的机制 是可以抓到那么多人 决定浪费那么多的钟头 只坐在里面而已 这个是讲的 他们改的reward之前 已经是很多人是这样做的了 纯粹是因为 不知是玩厌了打图 还是因为真的 紳士坑特别香 还是什么 但是 我看过它里面 你如果是玩Party Play的话 也很好玩 自己一个玩也很好玩 Party Play那边 才是我觉得真的不得了的地方 它很少开一个机制 对Party这么宽容 这次如果你是Party Play的话 对面当然会多个血等等 但是大家看了那么多片之后 都明白到 这款游戏不是跟别人硬陷 你去偷塔而已 你多了一个真人 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东西 在里面帮忙去偷塔 整件事就舒服很多快很多 你说起多个角色 其实今季用召唤都真的很方便 因为召唤变相就永远都帮你防守 只要别人一偷塔的时候 你的召唤物一打它 它就要停了 嗯哼 我自己又再有些奇怪的召唤 我今季玩《The Hidden Blade》 所以我永远都在扔飞标出去的 又是长期都在攻击人 所以它们又是很难偷塔的 对 有些很奇怪的召唤都挺有效的 其实 是啊 而且它不是那种 就是它有一个 我想应该是无限scaling 就是有些像DELF那个 又是cap了在不知多少千 但是它这个 cap了两千 cap了在两千 難度cap了在两千 还是rankcap了在两千 rankcap了在两千 OK 那我相信rank就是难度 是啊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 应该有没有 为什么我这样问 因为有时候它是rank 就像DELF那样 它可以一直下降 但是那个难度cap了在某一个 之后就不会再难了 哦 所以我就是 总之它是有一个cap 当然一定有一个cap 但是 就由你一开始玩的时候 你真的和别人打的 你觉得其实 头那几场你打下去 你还可以杀到它 还可以杀到它 你觉得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但是一开始 特别是新角色 如果你像我那麽早就开始玩的话 你会感觉到 突然间上了一个rank 之后那些东西特别硬 你就已经开始会改变你的策略 你就很快会得到整个 所谓的自走棋 不是自走 不是真的走的 不是棋 不是你吃了别人的棋 你就真的走 但是偷塔的想法是很棒的 唯一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都不是那些棋 什么秒杀等等 那些东西 可能因为我的rank 低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是对面的法律很不公平 他如果过来抢个塔 我是不可以 不可以转到它五秒的 但是我可以抢它任何一座 大好小的塔都好 他抢一抢我 我真的打一个黑痴 我就站在五秒了 这一样东西 我自己录了一个短短的视频 我看了一看 当它偷塔 不是有条线连着塔 是的 我那一招 临击中它 那条线是没有了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 然后它就会再 那个AI强到这样 是的 那个AI强到这样 没有的话 没办法 去frame picture reaction 这些真的 没办法 好谋的 input reading 这些真的 Apaso呢 你看人家玩 你有什么想法呢 他跟其他机制的感觉 没有什么重叠的影子 嗯 是的 所以 整件事对我来说 很新奇 你问我说 和POE没有什么重叠的影子 哈哈哈 都可以这样说 都可以这样说 但是既然没有什么重叠的影子 你又不去试多些 有什么阻止了你去试 或者有什么 转移了你的视线 或者吸引了你的目光 其实主要是在一个标上面 我对标不够满意 嗯 嗯 是的 我现在的标 玩下去的流畅程度 是最大的问题 是的 它很厉害 但是它可能属于一个打王标 嗯 就很影响我的手感 令到我不是很想做一些 走来走去啊 需要等的东西 是的 嗯 走来走去很多的 我觉得整个偷塔的过程 是很忙碌的 是啊 就是因为 类似是这样的意思 就是因为 就是我的人走得很慢 嗯 它不是一个令到我觉得 我很想继续继续做这件事的 那种感觉 所以就 唉 很奇怪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给你听 我形容到啊 你刚才不是形容了 就是你的标不适合这个机制 你应该要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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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期望就是 或者这么说 不要说对不对 这个机制先 我会想顺手一点 嗯 是的 现在我觉得我的标不够顺手 我会期望着它会顺手很多 是的 差点什么元素呢 那你现在的标 即是你是已经 远速到这样 远速到这样 是的 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标的速度感 不够明显 是的 我心目中 嗯 另外就是 嗯 流畅 是的 我打得顺手 但是 它没有一个很爽快的感觉给我 嗯 暂时是 比较慢 所以 没有 我会玩的 因为其实我看到我已经很想玩了 但是我又 有些强迫症想先砌好了 这个我都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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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白 纯粹我们的standard和你不同而已 就好像我去过第四章才 对我来说第四章 四连孔是那个 threshold对你可能再高一点 嗯 看看能不能捉到 四连孔其实都够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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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可以了 玩玩了 你会看到有很多不同的 units 跟着还有很多不同的 equipment 其实很多都挺有趣的 就是你看上去觉得好像很OP 但是當你考慮到自走企或者AI有人比較手藥 IQ好像有40左右 救命啊!能看著 aparte'在他附近的 可不有搞錯 其實那裡一樣 我剛才不太能講的就是 因为太多东西想玩了 我今天有很多东西想玩 其中一个就是Million 即是老坑改了之后 虽然现在开始热潮退去了 大家发觉有些人不太行 中期很后期废那些 即是去到中期 前中期也很厉害 但打到入图就开始 主要是红图就开始没什么 你那一只大哥是星华那一只 是星华那一只 RF那一只 他们说是大哥那一只 是大哥那一只 我觉得是 因为我以前有玩过Absolution 试了 但我玩过很久之前 我后来再试了发觉不行 我觉得来来去去都是一个玩法 所以我没有再去玩 上季我有试了 但试了差不多就觉得不太行 好像没什么新意 但是后来又玩了 又觉得好像 现在今季听听别人玩 可能很棒 大家都说超厉害 红图我总是知道 他不能串联那一只都觉得 不是 应该也是差不多 但是后来 因为其实以前 就算未改变这个玩法之前 即是未改变这个玩法之前 它旧的星华 依然都可以用Absolution 玩路坑 然后依然可以打到Uber Boss那级数 但是路坑是很单一的 差不多全部都是负电架 所以就 那时候觉得没什么兴趣 但是后来 后来再看到 他现在出了大哥 或者怎么样 我就觉得因为主要有减伤 他提供了减伤之后 令到防御面不同了 会不会有新的东西出现呢 他的减伤很厉害 就是Guardian的减伤 那只大哥帮你顶二十 接着他还要Town Town就是10% 我不太明白 因为我听人说很厉害 我心想为什么会这样 OK 他 即是你承受的有20% 就会射到他那里 简单来说 但是他本身攻击 就已经自带Town 我看来 Town的话 我明白 但是很多人就说不止20 Town Town 即是纯粹因为Town Town 很多都很多了 10%了 嗯 OK 不肯定我还没试 我试了才可以跟你讨论这个话题 但我看到我很有兴趣的 嗯 那边的Guardian 就有很多东西 不是很确定的 因为Datomine做得到的东西 只不过是一个 Flat number 其实每一个level 那个变化我们看不到 嗯 嗯 所以最近 如果你们有看Reddit 你可能会听过 82 level的Spectra 和83 level的差 200% more damage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帖 好想 没有看到 OK 有些人就在怀疑 Spectra 有一些的调整 令到那个level的 令到那个level的影响他们的DPS 不是一个很顺畅的上升 很真假的 而是突然间某一个位置跳得很高的 嗯 那这件事 我们已经证实了是假的了 但是详情不在这里讲 因为都牵涉很多的设计和数行 那么说回Guardian Guardian呢 你说得对吧 大家都预计了一种东西 其实不会因为你的角色升 而去继续升 又不能串连洞 大家都预计它是一般劲的了 但是听说入到黄图 都依然是预神杀神 预佛杀佛的 黄图是ok的 听说是 是去到黄图开始 就不同了 嗯 另外那些点的改动 都很棒 其实我看回Guardian 是有一个link skill 相关的点 那个点 link了的人加5 maximum 跟着和防 elemental element 跟着再在link中间的所有东西 和防敌人减20%的elemental resistance 嗯嗯嗯嗯嗯 是的 是那点 那那个点呢 我看到那些party play 玩得很开心 嗯 嗯 是的 Boy剛剛说Guardian 我自己玩Chifton Chifton 我真的有些惊喜 他开季之前 再改多一改 就改了不止只是一样东西 我说就说了一样东西 在消息片里面 他改了一个什么 站定 然后旁边的敌人 会是0 resist 0的fire resist 对这个damage over time 由这个0%下降了 到去-20% 总之他站定之后 你旁边所有敌人 如果他们受火的持续伤害 就会当他们有-20%的火焰抗生 或者元素抗生 这样去看的 这一点很大buff 很明显 但是呢 另外一点呢 就是你Apaso之前 你跟我说 Fish of War 和那个什么 Axestral Core 那一点之前那一点呢 不是说Tracker 20 level 那个 什么招臣 那个招技 上次我跟你在Podcast上讨论 这一点有没有用的 我那时候不是很坚决的跟你说是废的 是的 他们今次在出之前 没有Patch Note 讲过的情况之下 再改了这一点 由原本好像是2秒钟会使用一次 不是使用的 2秒钟CD可以触发一次 但是那一下呢 就是100% more damage 他现在就变成1秒钟触发 但是就没有了100% more damage 论DPS而言 是跟之前没有分别的 真的都是废的 如果做完狼 没有意思 他这个本身已经没什么意思了 说真的 你要怎样才可以令到这一招 是有一个实质的DPS影响呢 其实真的不大 嗯 他又不吃Acestral Core 他又不吃Fish of War 其中两个最大力的连 他都不吃了 跟着其他的support gem 他又有些吃 有些不吃 他又不可以multistrike 就是玩strike技的话 你又不用得着这一点了 嗯 其实我也有看过一下 就是因为我玩strike 游进也有过 嗯 我也有看过一下 有些人 因为我自己没有时间试 嗯 有看过其他人的那些 关于市游掌那些片 是 是 都挺 都挺强差人意的 是 是啊 他们主要的意见就是说 哎 行的 就是一个标是砌出来 玩得到的 但是他们那种玩得到 是可能 几百万点 有些棘手 叫做玩得到 嗯 对啊 那就 那就 不是很舒服了 是啊 还有 还有 他那个 不是有点图腾点 转了做现在的 新的图腾点 就是以前是 什么 近战图腾 会加100% effect 给你 除此之外 还可以帮他们 就是他们攻击的时候 会偷取回生命给你的 现在那点就变了做 反上 反还回 不知道多少 他们承受的伤害 和他们会嘲讽旁边的敌人 那这一点原本 特别在XR coin的时候 他们就说这一点 和新的support 什么flamewood support 是一起用的 是ok的 嗯 就是你的flamewood support 就是你的图腾被人打 他就会出一招spell 然后就炸人家 做成火伤害 合理吧 那结果呢 绝大部分的东西 都不吃招讽的 本身呢 新机制是吃招讽的 但是因为被 某些 人 他们吹捧了这个招讽 可以不断拖住他们 突然整个队 就这样放风筝 然后就有这些MVC 所以结果里面不受这件事情 然后flamewood 自己又不是所有时候 受到攻击都一定会触发的 就是他本身已经有一秒的CD了 但是他即使过了 就是很明显 见过有好几条片 都是他不断被人不断吐的 他都不会出的 那么就算 就算他没有这个Bug也好 本身那个伤害也都不够大的 这一点是由原本会帮你加一个都很可观下的伤害 变成了没什么大作用 然后有一个就是那个 这个真是真正 忘记了昨日还是前日 在Reddit上有一个很棒的帖 就是说游掌新的那一点Hinokora 就是5%机率会爆炸500%血的那一点 他说很棒这一点 很多人都看少了这一点 他做的方法就是他类似 点燃了敌人 然后人家死了 那500%就爆炸 那个爆炸会变成点燃 把点燃反射到自己那里 然后在自己那里再扩散出去给敌人 就是这样 然后因为是游掌嘛 游掌是不会被点燃影响的 他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玩法 然后他只走就可以清掉整个地图了 很棒 听上去都很棒 看到画面都很棒 然后看回他下面那个文详细解释 接着解释完这一轮东西之后 接着他就加了一句 所以他最后的选择我是玩勇士 然后拿了这一点 那时候也说过 我们说他是一个残缺的天赋树 他是一个很好的 我们讨论到某个地方 接着开始就说 就是因为他残缺 所以最后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在他做的 你很多东西 是的 他是一个完美的对珠生华 现在变成了 就是你 刚才我说 那个每一秒会出来帮你打一次 那个 那点是废的 但是他后面扔着那点很棒的 加了什么 就是Sexual Call和Fist of War 这个真的很棒 无端端变成了七年 接着刚刚那点有他的用途 接着说减火矿的企定 也都是有他一定的用途 因为减20%其实 说真的那句 你听到好像不是很多 实质上你要达到去 敌人减20%火焰持续伤害的抗性的话 大概都需要用到两个咒術才可以成功 他现在一点可以解决了你很多其他额外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拿一堆资源去投放其他东西 这点是不差的 但是不是给他 接着最大抗性可以套用 最大火抗性可以套用到冰和电抗性 也是很棒的 就是很多很棒的东西 唯独是他没有一样突出 他有些少的感觉 就是变成了好像是一个贵族的升华 因为我那时候开头之前 我都有想过 会不会是一个很厉害的正火标 因为你需要的范围也有了 你要的大抗他也有了 好像很多东西在星华上面搞得好 但是 就是 又变相又反过来 就是如果 他全部升华搞得好 那另外一些东西 我们如果升华上去的时候 有没有能够拿回我们失去的东西 好像真的 是啊 嗯 挺可惜的 其实我觉得 因为我本身觉得好像挺厉害的 嗯 但是暂时看上去很像 嗯 是啊 但是当然了 我刚才所说的 是 你们要 就是 记住我 我这季是真的没有怎么玩的 这个是我自己 observe 人家 玩下去的一些东西 不肯定 不排除 之后会有人发现到 原来由仰王不知道哪个标号的人 但是暂时我看到的就是 应该一天拿狂战士也好 或者拿勇士玩他 要玩那个招技 怎样都会被邮长优胜 最多都是在他那里拿他 很优胜的那一点出来用 就是这样 嗯 OK 咦 我们是没有说说关于 LS3上面的新点 是啊 想说一下这一件事 的确是想说一下这一件事 你 你 真的要靠你的input在这里 我先说用我自己所知 因为实际上太少东西可以进行 我就是知道 花圆那一点 一开始我们不太知道他怎么玩 结果变成了最大赢家 嗯 是啊 这点我都觉得好像 这样说 我在我身上暂时试下去 不是去到很合 OK 但是不是因为他不合 会不会很难理解 死了 完全不像你所说的 因为这样的 不如你先说一下他怎么玩 这一点 实际上应用是要做什么 或者有什么效果 OK 这样说 他这一点就是 因为你要配合其他花圆点数的 我觉得他根本上就是 大点了 主要我心目中 但是他有10% 如果说其他点 其他点就是说 有10%的机会不会收成 你可以开到旁边的那块田 另一个就是你有多块田 这一点 这两点是主要的 我心目中 然后 是怎样配合呢 他进去里面会全部都是灰色的 T1的中指 就是那块田 全部都是灰色的 但是你可以由你剪掉其他颜色 去 upgrade另外那两只颜色的田 而这件事是可以重复的 如果你很好坐进去里面 你看到有四五块田 然后你在剪田的情况之下 你一路剪 譬如我看到最多是紫色 其次是蓝色最后是黄色 我一剪 我剪最多的紫色 然后我就可能另外那两只颜色 不断的upgrade 嗯 而很有机会 他们试出来的感觉和我有点不同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就说 很容易upgrade到上去TV 所以同时间那块TV田会有很多东西 嗯 嗯 等一下 因为 这里想问一问 很容易升到上TV 就像刚才说 很多都是紫色的 最少是黄色的 这样才算 每一次我都是选紫色 升下升下 去到最后 剩下可能是紫色和黄色的一块这样的田 我都是选紫色 你意思 不是 最后那块我就会选黄色 那块黄色田是有很 你说有T3的意思是一只T3 还是T3可能成2或者成3 那种情况 因为平时如果我们玩普通点数 不用这个 我们看到的T3田通常都是1或2 或者是2或3 已经很多了 但如果你在这个情况之下做下去 你会看到 就是它的数字一直跳上来 就是它会升上去 它会跟着一级一级上去 你就很容易会看到 咦 原来最后的数字是可以跳到去 可能六七八这样的 哇 它可以跳到很大的 另外就是因为它会升到上去再高一级 上T4的 可以 我试过是T4之后我再削它 它是可以在T4上面再多一只 就是两只T4 哇 哇 OK OK 进入入入 我相信其实不是就这样玩的 是需要配合6分2之类的 嗯嗯嗯 所以 因为我们都因为今天 即是接下来我想做这件事 我有上去 即是我也做过一些资料搜集 去看过一下其他人说过的 玩法 我发觉它们大部分都是根据 因为在这里说说 花圆就吃pack size 它们就将整个天赋树 摸pack size 主要都加进去 是的 例如是其中一粒大点 它会令到你那个 那叫什么 那个怪群数量会增加 根据你点的大点 嗯 另外就是右上角的甲虫 它再放了一大堆 没有用的甲虫 进去 增加了pack size 我就见过别人一场 可以去到 即我不知道它的平均多少 但我见过多起上来 可以去到五六千份 这样 哇 是的 因为它叼咪齐了 然后再加上它的怪群数量 又高 另外就是它的数字上得来 都是不差的 即那个Tier上面的数量 嗯 嗯 其实现在发远最正确的方法 大家都还有很多分歧 我看了Magic Find Academy 那些人做的测试 它都是理解了 那个键标的概念 如何玩 即如果你确定它那个键标的方向 应该如何 但是到底应该只是高级大量 还是要中间的大点 它们是有些分歧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些大点呢 有一些 譬如令到你的花园 选了A的时候 B那个未必会没有了 那这些动作 就会令到你多个机会去升级 又或者 譬如你要点那个 Corp rotation的大点 那你应该是点 减少其他颜色出现 还是减少黄色 减少你想要的那种颜色出现 那这些是它们有些分歧的 我说一些它们在想的东西 譬如我想要黄色 那紫色和蓝色我当是一样 那它们就说如果我这么少黄色 那我就会有很多蓝色和蓝色 相对上 就是我多一些 升级的机会 那 其实我不需要很多块黄色填 我只需要有一块 可能有几只T4的 那是会好过有两三块 但是只有T3在那 这个就是它们的想法 另外其中一个大点就是 是10%的机会令到 你一块填左右两边 会减少一边的时候 另一边不会借了 这个也是增加了升级的机会 那它们有很多这些东西在研究中 比如在补充多一点它们 为什么想减少黄色填的机会 因为如果蓝色和紫色的数量是一样的话 它可以卡拉卡拉的去拿 拿完蓝色拿紫色 再拿蓝色再拿紫色 卡拉卡拉的拿的时候 它连那些蓝色和紫色的粉的数量 其实都拿多了很多 对啊绝对是 绝对是 因为如果你是禁锁了两种 只剩下蓝色是多的话 那你就可能每一次都只剩下蓝色 但是蓝色永远都没有升级 就永远都是T1 明白明白 所以因为既然是这样 10%不会满 这些点就变得有点重要了 25%减少的机会也都重要了 那又值不值得玩小点战神呢? 因为原本的方法就是玩小点战神 然后将盘色和数量调到超高 现在又还在讨论着 还在做一些学术研究 简单来说就是 要么就是有两种想法 要么就是让你中间那些都可能会值钱些 还有利用那个核心天赋去调到最后那块的核心天赋 但是如果你不用核心天赋 你就会变成每一块核心天赋的怪都会更多 但是你要控制它哪一种核心是最多呢? 就难了 实际上哪一种最好的收入呢? 这个就是他们在讨论的位置 而且还有一样东西要考虑的 因为你用的核心天赋 你永远一开始那堆核心天赋 都是垃圾 那你其实每一块核心天赋 你需要的时间是多了很多 嗯 嗯 你平时不是啊 你进去黄色的打完它 如果只有DT12的 就可能会逃避的 是啊是啊 都是啊 时间这个成本都忘了计 对 对 花圆的点是挺有趣的 而且我看到那些人好像也在讨论 究竟他们说有大概20%的机会 可以升级的 我记得 那到底那20%是每一粒 計算20%还是整块核心天赋 20%还是怎样分 它们好像都没能够得到 不会是每一粒的了 应该是整块核心的 因为你要一升二和二升三呢 相对上是容易的 但是要三升四呢 是很少见的 还有就算升 都是最多升一只 但是T3呢 是可能减少几只 嗯 这个都仍大家在研究着 不肯定 堅定 嗯 哈巴薯啊 你会不会知道Delirium 那些end up是怎样 run 噢没有啊 没有玩Delirium Boei呢 Boei会不会知道 那些end up是不会消失的 是的 是的 我觉得那点呢 对大部分人来说是没用的 原因呢 原因第一是 其实Delirium Orb 是一个很大的收入成本 所以没有Delirium Orb 你只靠Splinter和Pack Size 就差很多 所以一般的Build 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非常之一般 你是可以拿 它是的而且确会多了Pack Size 我是说的 如果你正常玩 可能你只是清到三分一 甚至四分一张图 然后那个墓就走了 这一点是值得你拿的 嗯 如果你正常的清得多些少的话 你已经是不应该怎样了 因为Delirium Orb 是很重要的 好 去到最极端的时候 又有可能值得拿 因为去到最极端的时候 然后 你 让我想一下怎么说 你遇到那些墓的机会率 可以很高 你可以点到差不多50%的机会去跌 遇到那些墓 然后你的重点是 用Pack Size去跌卡 那些Build 是挺值得的 你原本想玩Delirium 去增加Pack Size 一定要用石 但是用了石 其实就少了 你一些Enchant的方式 而且也难打了很多 因为Delirium Fog 是容易打到Delirium Orb很多 嗯 最后就是Option 因为Delirium Fog 不会变化的时候 你有一些奇怪地形的地图 突然间都可以选择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 是不会拿这个点 但是我想知道 你知不知道 它点了之后 还是有一块镜要穿过 还是已经是一块Map 是模糊的那种 就好像开了Orbs 那样 一块镜要穿过 但是 所以前提 遇到一块镜 OK 那 那一块镜是有没有得圆了 就是有没有快带的那个键 还是那个键是不行的 就是end up 你是不行的 那我又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OK 不要紧了 不要紧了 因为我自己打完白头 我还没去到任何栽培方式 我现在都是在看一些讨论文章 嗯 嗯 在Prohittiver Library里面的人 这一季很多东西玩 嗯 例如呢 还有什么东西玩呢 那些新的那张Divine的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叫Key Rack Mission 去跌一搭卡的 方法 嗯 嗯 基本上就是 有漂亮卡的那张地图 你不完成它 那在Key Rack Mission 那里你一重新 它其实就会 有非常之高的项目 去出现那张地图 那如果你完成了所有地图 除了那一张 它甚至会举到整版都是那个地图 但是有不同的Key Rack Mission 那你就等 你看到说跌 明运卡的时候会跌一搭的那个Mission 那你就有高机率去跌到某一张重要的值钱卡 但是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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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季就加了一张Divine的卡 跌一些的卡 那他们就在做研究到底值不值得做 那样 答案是一半的 嗯 其他EASO呢 嗯 是啊 说起这个我就是想说 那只鬼那个好像很过人 有没有试到啊 你最后 我有点过一次 转过去 因为我有玩 我本身有加鬼的 那我又点了出来 接着再试 但是就 有点奇怪的 其实 我有些idea 我未做 比如这样 我 因为我现在的标 我走过那些怪是会死的 我会转过去的 所以就做不到很好的效果 我就想过 如果我玩正火 我不开火 我进去找些鬼 然后我到处撞 因为我本身的标 它不是 我那种硬是 我需要有吸血 需要持续性打怪 那种硬 所以我不能够 就说我上了鬼之后 我就OK 我就到处走 而且因为它移动速度不够快 在我心目中 就做不到这件事情 但我有想过 因为如果加了之后 我看到那些视频 那些人就觉得 好像很棒 真的很好玩 我看到人 那如果你正火 你想想 你燃火 那你没有伤害的 你不会撞死那些怪 那你就可以 由你不开火的情况之下 就去吸鬼 吸完鬼 就走完这些怪 接着才打 我不知道 这个这么繁复的程序 差不多浪费多一倍时间 已经不应该做 但是我自己打怪的时候 由我 有鬼上身的怪 跌出来的东西是漂亮很多的 我觉得 嗯 听说鬼改了 就是内部改了 一些AI 或者其他东西 Boei这方面 有没有相关的想法 是肯定的 很明显 我们没有数据到任何东西 但是鬼是改得很明显 你很明显看到 他们会主动走去黏那些怪 避免到有绿色火的怪 其实那个 材质的数据已经升了很多 如果上了新的那种 直接是 谈到几千%的更新的 所以上新的那种是很值得打的 那么Alpha应该挺好做的 Alp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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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不 Alpha Alpha 最大部分 如果你想 magic 的钱 就是纯粹打图的时候 你进去Alpha Temple 很多怪 但是你 保证不到 那里有鬼 所以 有鬼房的嘛 level 2 或以上鬼房 所有 就是每间房的 建设 都被鬼上身的 那个是完成了的金字塔 是的 我说的是打图的情况之下 哦 你说的Incursion 打图的情况之下 你保证不到鬼在图里面 所以那个就差一点 那如果你说有金字塔 你又不能用其他方法去buff他 你遇到天赋一点 所以就算那些怪被鬼上身 跟之前是一样的 如果你之前觉得 金字塔里面 那些鬼上身的point 是值得拿的 今季依然是值得拿的 嗯 可能 就是 如果进到金字塔 应该是靠Tempest那间房 再加鬼房 如果要buff 只得这两个方法 是buff他里面那些 嗯 有些房会增加quantity 和其他东西 但是 整个的金字塔 都不是很值得做那么多东西 还算是很值得 可惜 因为它里面很多东西 很多特别东西 都不会跌 它只是跌一些genery 嗯 嗯 fair point fair point 我认为 我认为alpha是没有变的 如果是在这些金字塔里面来说 嗯 apassu 是 你有没有想过 在alice passive那里 那天天哪里的 哪里的 有什么 那天哪里的 那天哪里面 都会被一堆鬼围住 那天哪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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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間boss房看到有的就把他吃光上身然後打他 有啊 只有那間房 但是你打一次的嘛 你玩好像阿韜那些圖案一樣 你還有半張圖案可以跑進去 你可以入房吸完鬼再出來上身 再回去打的 因為其實我是有點那點的 我現在很多次就是有少少拿絲上身 那隻鬼是六隻鬼上了那隻王 所以我現在保險來說我也是先進去房打的 因為我試過開完制裁進去房間那隻王是很厲害的 但是上到王的嗎?你點了那點大的 上了就當然點不了 我以為他monster和boss有分別 我心想沒有了 上了就點不了的 但是就 我覺得是很值得去嘗試的 但是我要弄了個標才是那一句 哈哈 是 沒錯 唉 有一點點題外話 就是無論怎樣弄我 發覺我也是可能要 剩下一隻硬 然後很高回復力的標 沒有的啦 你習慣了那個 回不到回頭 是啊 習慣了那個風格 嗯 和Aless Passive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想說 Aless Passive 嗯 沒有了 唉有啊 渣墳呢 當然沒有說 渣墳這點正啊 非常正啊 現在是改變了以前一路要到處走的感覺 那你就知道他了 有時候看不清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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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要拉不拉到呢 現在不用了 一粒過 就是有一點點聽天由命啊 來吧 然後再看一看那些詞 OKOK 這樣 如果不OK 看一看那個詞 是不是真的那麼歪 這樣 就是會不會正中間 不能搞啦 嗯 嗯 過小事要的嘛 這個我也沒有想過 這個我也沒有想過 我沒有想過那個play style轉了那麼多 之前 就是之前我知道它是會轉了play style 但是我沒有想過是 就是什麼都不管了 直接放了那個炸彈在正中間 然後直接指下去 沒有引用你那個好開打 我沒有想過是這樣 但是現在這樣講完之後 那個point要改一改 那個point要你一play船就馬上爆炸 沒得讓你看一下到底是我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哪要去到這樣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不是要你給我多顆魚蛋我 我要你拿走別人的那顆魚蛋 哈哈哈哈 很差 Ritual那點有沒有idea Ritual好啊 有兩點的 好那點是Random的那點 RandomGross那點 是的 OK 它有時候是Fee了很多東西 零的 但是我暫時沒試過那些值錢的東西是Fee了的 哈哈哈哈 但是他Fee了的時候也很爽的 老實說 很爽的 不是很明顯地覺得 嘩好棒啊他還要送東西給我 還要Fee了 不是這種 但是我觉得都还可以 另外那点为什么又不好呢 它没得练 如果我不是刚好打到一些很棒的东西 我又重复了在上面 我先放在这里 然后我需要很多的分数 其实那点是没什么用的 我觉得那点的目的是这样的 那点的目的就是你已经留下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但是这件事是很矛盾的 你会留小通货的原因是因为你在前期 但是你去到后期小通货你不会留的 因为你会留一些分数 宁愿拿下一批会不会有好一点的东西 然后再去尝试一下找一下 找一下之类之类 我想包园的意思是你已经分歧了一件东西 你想它快点出来 不是 我意思是你分歧了一些你真的正常 你计算一张地图的点拿不到的东西 比如镜卡那些 是的 你一张地图的点最多就是 一万多可能两万 但是你买不到镜卡 如果你已经保留了镜卡 可能禁止了它两次 它可能买的价钱已经接近你 你可以一炮过四万分买到的 那我就可以用一用这个 嗯 但是我认为这个 下面 90Lex 80魔那个是有点的 那个是actually好用的 我想知道这个90Lex 80魔 可不可以影响到分歧近的东西 可以 哦即是原本Lex 80魔 你可能还差了几千 它突然间给了90Lex 你基本上扔掉它 是啊 可以啊 哦 ok 我想挺好 它最惨就是如果你真的抽到很多的mall multiplier的时候 你就不敢re-roll 你会怕re-roll完之后没有分 做任何东西 那但是 它是一抽就整个版 抽了mall或者Lex 这样 是啊 哦 okok 我还想着是 逐件逐件来 原来是一版过 明白明白 就是那个riske 其实就是在 有时候你可能只是 分歧了一次 接着下一次它出现 然后是mall 你连分歧也分歧不了 这个是它唯一的riske 基本上是 我们都有人试着这个东西 嗯 我有啊 我在碰Richl也试着 暂时的帝金是好的 可能因为我没有中过大奖 是这样的吗 不是 要反过去 不是应该中过大奖 所以暂时的帝金是好的吗 不是啊 那你没有中过大奖 但是你分歧的一般的东西 可能几十c 那类的 你都可以拿到的嘛 嗯 没什么困难 我当然不希望遇到 对不对 就是你 我那些是 怎么说 你已经遇到那个情况了 但是你不够分歧的嘛 这个是最糟糕的嘛 是的 我当然不希望遇到这个东西了 嗯 嗯 今季好像有挑战 要打神鱼 大家记得 点点点神鱼 慢慢打 是吗 不关键 不知道要打几百只 神鱼的Rare怪 这样 你说起挑战 今季如果解挑战 那个guide已经出了 神奇地快 这次 这些东西很适合的 嗯 这个应该会玩长一点的 我想 这个很值得玩长一点的 但是是不是为了解那件装夹 先 因为我不觉得那件装夹 绝对不是 我 就是如果我不是 刚才一开始所讲的 有少许多原因 所以我想我这个也会玩很久 真的 好玩的 那些东西又不同 所以装夹 自从你们讲完之后 说了些什么我没法听了 麻烦可不可以 说一次给我听 简单来说就是 蛤 这样的吗 就是那件东西了 这样的 嗯 接着 就不期不待了 唉 OK的 有其他这么多东西 好玩 那就当上便了 嗯 你说起外观造型 我就想起个mystery box 今天都没有 但是他们刚刚出了个post 说明天 就是应该你们听的时候就出了 哦 但是今季真的有些奇怪 其实很多东西都 他那个communication呢 我不知道 就是我不想说是真的有关 但是bax走到之后 communication真的差了很多 不是开玩笑 嗯 那个live update post又不是update 的 接着那些patch notes 常常都错的 真的错 打错 打错字 那个patch 那个 对啊 打错字 3.2 接着 接着 他有很多confirmed了 就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留意 但是这个GG tracker里面 是有很大的confirmed了buck的list 现在 但是在live update的thread 那里是不提的 甚至乎 有几个hotfacts 是他过了一天之后 才在live updatethread那里出现 跟着再移回前一点 他有个raq post 那个raq post 又是不update的 嗯 跟着 还有office 来个mystery box 不知道搞什么事 过了几个礼拜 两个礼拜 接近第三个礼拜 才知道 但是bax呢 昨天出了个news 说他去riot了 看到啊 还恭喜他呢 恭喜他 现在恭喜 升值家人工我 我不知道有没有加工 不会没有啊 很难说啊 有些是为理想而奋斗的嘛 我们这些就是为吃饭而奋斗而已 如果他是真的riot玩去到project l 我都会很高兴 作为一个格斗game的玩家 嗯 我估他应该是mmo那个community manager 是应该也是的 是啊 然后接入不好过就没什么声气咯 真的没什么声气 但是原本 原本就做得那么好 但是原本就已经 就是 对了 开始不出声 更好啦 他辣fat就很危险的 大哥 通常都是这样的 就是了 一辣完fat就糟了 通常最好就不要出声 是 嗯 静静静静慢慢来做好他 OK的了 嗯 我们要求很低的 嗯 那么 回到Games.com那边的新闻 好 好 这个呢 真是 激死何师傅的 哈哈 在Games.com那里 他又被人录他们玩的画面 然后又被 又有一只德鲁伊 对了 两样都是何师傅本身去XR.com想做的东西 然后两样都没有 然后过了一个月都没有 在Games.com那边 唉 哦 他原本就是打算特意过去 录一些图片去 就是试画了一些图片 然后讲那些 但是他去到那里有一块牌 说不给 哦 他想 就是他想做这方面的避免 最后也是有的 有的 但是呢 我们真的看到一只德鲁伊 说真的 很明显呢 就真的要拿他们和D4比的了 理论上就不应该拿两只Games比的 但是实际上太相似了 哈哈哈 很自然就有对比 信手有伤害 嗯 嗯 感觉上是怎么样 但是 你们觉得 就得路易了 Boei呢 赢了 我看到他转的动作实际上太有趣了 但是他转的动作 不能在城外转的嘛 很惨啊 但是真的 他转的动作自己赢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只是你可以转的 我搞笑 那个混合的组合 可以有多少种玩法 已经赢了 嗯 唉 你想想啊 那边不是说给你长变身的话 你是放弃那边的 又或者你要套个转旗头盔 是不是头盔 你这个血通很不纯正的WOE 很不纯正的 哈哈哈 这个你进到城都还可以变成 变成一只熊 还是要像BG3那样 这只熊人 还可以做一些人类的行为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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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 这个是BG3的特质 留在BG3就ok 我觉得 哈哈哈 我搞錯了,不得了 先說回ARPG,不要說CRPG 都不是CRPG的D&D 但無論如何,先說回ARPG 這個紅的德魯伊 我們現在看到它是紅的德魯伊 但是根據他們所說,其實這一堆全部都是Skill Jam 它只不過在W2上示範這一堆技給我們看 我們可以拿一隻野蠻人 拿一隻什麼鬼都可以用到這一類型的技 理論上 還有它也展示給我們看,變身之後 它有得切換 它自己變身就是一種武器 你可以跟回天賦樹去怎樣 你變成紅之後可能加一些近攻的東西 你用了紅之後 甚至乎可以幫你長住哪一類型的Buff 那些 這一堆東西就是不得了 我之前都沒有想過 它連保留都是這樣玩的 但是如果你說在不同形態 不要說不同形態 就算普通人不玩變身也好 你用不同武器 它就可以給你兩種不同的Buff 例如你在玩電和兵法這樣才算 你有一支電的象 那你就可以開著電的光環 有個兵的象 接著就開兵的光環 不停地在這裡交換這一堆東西 就不像我們現在的POE1 無論你做什麼都要開著那堆東西 那個靈魂石很高很高 另外一樣東西就是那個動作的流暢度 真的不得不得讚美 你看完那條片之後 你都應該完全感受到那個連貫性的 拍的時候就站起來 然後因為站起來 不用再站起來 可以直接放在地上 不是不停重複同一個動作的 我覺得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 那個片段它拉得很長 你不是很能夠確認到 究竟它是真的需要這樣的速度 還是它故意示範刻意給你看 因為它們就說它不是想拉牆的 是啊 但是我是不是真的需要按這麼多按鍵 去打一堆怪呢 到時 嗯 這件事其實令我有點猶豫 我問了Catmaster 他去了Games.com那邊玩 然後他說不是的 就是他試的時候 就是那個純粹是他們要示範那條片 所以才這樣 他展示那裡玩的時候 他展示那裡玩的時候 就已經不需要拖了那麼久 OK 因為我自己也很想玩得到 而他那次又說到 但是不能讓我們玩呢 他走著我就跟他 立刻問他 他也說不是啊很棒啊 但是有可能 就是他跟我說的 有可能因為他在家裡已經看了XRCon 但是他知道了那個速度啊 但是他知道了 就是有個心理準備 不像我們這樣 一去第一次坐下來 完全沒有抱的嘛 那個玩法 他說劉昌當然是順的 他對比上Jonathan那條片 是沒有需要搞那麼多的 就是很多時候你就這樣拍 其實就已經死了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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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怕 又會這樣 就這樣 但裡面 Chris Wilson 其中一條訪問說 POE還可以發展多10年 難道你不興奮嗎 這個就 因為我都說過了 我當時的想法是 我認為他是過渡的 是啊 是啊 但是你維持到10年的意思 就是說你不是當他是過渡的 他不當他是過渡的 是啊 如果不是一隻純粹是為了過渡 而是想獨立獻 就是擺出來的 我覺得有點像獻祭 有一點點想 有些什麼想嘗試 就擺在那裡 我也覺得有點尷尬 嗯 我的角度有點不同 我的角度就 我要怎樣檢視POE1和POE2的Wiki 和其他東西 還有他的技能 會不會同一個名字 但是差一點點效果 我到時查出來會不會很亂 你都不需要懷疑 這件事已經是這樣 我可以告訴你 譬如現在roofless 同一個字 我在roofless看到的東西 譬如星華 在roofless看到星華和standard不同 那我已經要想一想怎樣去查這些 是啊 是很明顯 就是我之前 就是我之前一直說 我擔心過一件事 他們理想的情況之下 玩家玩了可能一個多月 然後等POE2開季 然後玩一個多月 然後等POE1開季 間隔著間隔著去 但是呢 實質上呢 正常來說呢 都是會 玩一個多月POE1 然後去玩POE2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 又要把整個mindset 轉回了做POE2 記起它所有的基礎上的分別 就像例如混沌石 那個chaos那樣 用途完全不同了 是同一個名字 然後在這邊 我在POE1 原來還要用wisdoms go 逐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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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沒有一個NPC幫我去 一夜把所有東西 這類型少少的分別 但是在你每一次轉過去的時候 你都要有一個 一兩天的適應期 然後最大的適應的分別 就是那個手感上面 真的差得太遠 我自己在XRCon 玩了兩次的demo 回來玩POE1的近戰 已經是完全兩個世界 還要時隔都隔了 都過幾兩個星期 不是都三個星期 都隔了三個星期 但都有這個手感上的明顯分別 如果你是純粹是說 那季差不多玩完 玩多一陣POE1 等它開季 一轉過去那一刻 你一定是適應不了 你只是個Row也適應不了 大部分玩家 Alex都說 在XRCon那裡 看其他人POE1 玩的玩家 十個有九個都沒有用過Row 我是剛剛叫做D4過去玩POE2 我都沒有這個用Role的感覺 D4已經有Role了 那是正常的 但是觀望狀態只能夠 看一下先不知道確定一下到時候會怎樣 可能不玩呢 可能玩POE1不玩POE2 我覺得會有一部份是這樣 我覺得有一部份是 現在玩POE1的全部都一定會在某一個時間點上接觸一下POE2 但是我覺得會有一大部份人很短時間之內就決定了這一輩子都不再碰POE2 沒錯 也都反過來也會有 是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當POE2出了之後 POE1怎樣去再吸引新血呢 這一個就是最大的難題 就是剛才那個PASU就是說 這個你覺得是一個過渡期的東西來的嘛 所以這一方面其實本身是不需要考慮的嘛 你過渡期而已 你自然流失、自然死亡是很正常的嘛 但是如果現在他真的想著剛才那句10年繼續發展的話 你怎樣可能吸引到一個新人去先試你POE1然後留在POE1呢 因為如果POE2也是一種好玩的遊戲 他不會再回來試POE1的了 很難搞啊 嗯 我也是很想知道他怎樣行接 總會有方法的 但是就 是不是這樣吸引呢 就很難說了 唉 很擔心啊 嗯嗯 那這集說到這裡先吧好嗎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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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沒有任何東西想在完之前補充一下 嗯 沒有啦 繼續啦 今季有很多時間啦 嗯 新朋友繼續努力啦 嗯 好啊 今季真的有很多新朋友 不是開玩笑 不過是的 好吧好吧 這集聊到這裡先吧 嗯 如果是會員的話 就可以聽一間的Midnight食堂 如果不是會員的話 我們就下個星期再見 是 拜拜 拜拜 啊 啊